大家好,我是二姐,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今天用胡萝卜来做好吃的 将洗净的胡萝卜先切片 接下来改道切成丝 最后切成胡萝卜碎 装入大碗中 准备一把洗净的小葱,将小葱切碎 同样放入胡萝卜丁中 接下来打入三个鸡蛋 加入一勺食盐 适量的胡椒粉 将鸡蛋给它充分搅散 搅拌均匀之后 加入两勺玉米面 两勺面粉 加入四克酵母 再次充分搅拌均匀 最后搅拌至没有干粉 像这样就可以了 盖上保鲜膜 饧面40分钟 准备一根火腿肠 将火腿肠切片 装入盘中备用 面糊已经启发好了 垫米铛刷一层熟油 倒入做好的玉米菜糊 充分的给它铺均匀 我们切好的火腿肠 也给它铺在上面 上面再撒一层黑白芝麻 这样吃起来更营养 垫饼成上杆刷一层熟油 盖上盖子 小火烙五分钟 五分钟之后已经熟了 哇 真的是太香了 用铲子按压 迅速回弹 大饼已经熟了 接住盘子出锅 做好的大饼 切成自己喜欢的形状 装入盘中 装入盘中 胡萝卜玉米面 这样做营养美味 真的是特别的好吃 家里不喜欢吃 玉米面的小朋友 也是抢着吃 这样做出来的饼 外皮是金黄酥脆的 那里加了蔬菜 蓬松轩软 真的特别的好吃 又营养 我们掰开看一下 掰开之后 那里是满满的胡萝卜 小葱馅料 喜欢赶紧收藏吧 本期视频就到这儿 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击关注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